這影片是為了104年公館系的同學們拍攝的 就是有關資訊概論的 資訊概論實務的部分 有一個基本程是叫Python 我要我們去貼一個英文的影片給我們看 但是我知道對全英文沒有字幕的影片 其實也閱讀困難的同學非常多 所以我打算做一個中文的版本 然後我每一集都跟老師所貼的影片的每一集是差不多的內容 那就供各位同學參考 第一集是提到Python的大部分 大致上的用途 基本上它是可以做一些 算是入門的程式 然後可以做一些 做一些 web開發 製造 網站架構 伺服器程式 或者是 或者是 那個 它是第三方函 這些是危機上面的內容 可以去在網上查 應該都會有更多的資訊 然後第一集它就是講到要去安裝 其實安裝非常簡單 就是Google 在Google這個地方 搜尋Python 然後在第一個 Welcome to Python 這邊 就會進到這個頁面 那 就一樣 download 3.5.0版本 就是 上課的時候 它叫我們安裝的版本 然後 好吧 我已經安裝完了 所以它跟我說我已經安裝完了 然後 如果你是沒有安裝的 的話 你點開來之後 它會有 兩個選項 基本上就選第一個 對 大家知道 看不懂就選第一個 選第一個 然後安裝 最後還有跑 不會很久 那跑完之後 跑完之後 因為我的系統是8.1 如果你是Win7 或者是Win10的話 它會在左下角這個 這個 打開所有城市的地方 會有 會有可以開啟 那如果是8.1的話 它會在 基本上是在 你也是可以用搜尋 基本上打一個P就有 呃 上課會用的 那個是這個 這個檔案 這個 IDLE Python3.5 對 打開就是這個 介面 對 到 留到這個介面的時候 就代表你安裝成功啦 就可以打一些很簡單的 算式啦 什麼的 這樣 對 那 關於計算的功能 原本的影片是在第二集 講解 所以就留到 下一個影片